中獎的統一發票到郵局對線即將走入歷史 明年起就可以在四大超商及連鎖商店金融機構 領取統一發票的獎金 而財政部即將在明年度推出官方雲端發票APP 還提供24小時線上對獎大大的提高便利性 12月29號開始 那我們的隊領的一個管道 移到我們的四大超商 美聯社 全聯社 還有那個融會這些金融機構 那它的據點更為廣泛 那另外要跟大家宣導一個部分 我們財政部還推出一個統一發票隊長的APP 那直接在我們線上就可以對領 那明年就開始 而國稅局為了鼓勵民眾向店家索取發票 也推出了精緻的水果閱歷 只要民眾到北區國稅局中和基金所 捐出紙本發票8張或是雲端發票5張 就可以馬上兌換 那我們這次對領的方式 開始的時間是11月26號 週一到週五上班時間開始開放對領 民眾只要持著11 12月份上位對領的統一發票 紙本是8張 雲端是5張 就可以到我們的服務櫃台 6樓的服務櫃台 對領一本非常精美的水果閱歷 水果閱歷除了有台灣水果精緻的圖案之外 特別的還有左下角的萌小孩照片 是由北區國稅局征選同仁的自家小朋友照片 替平凡無奇的閱歷增添了一份趣味 背面還有書法作品供民眾欣賞 民眾可以剪下來當作春聯使用 而水果閱歷對完為止 想要的民眾手腳可要快一些囉 中間新聞趙勛 孔佩玄中和報導 好 嘅 孔佩玄中和報導